万倩在万里归途饰演一位外交官夫人陈月 虽然出镜不到五分钟 可是每一幕演技都炸裂 格外牵动人心 万倩哭得细带入感太强 被观众称为木木泪点 宗大伟不想让妻子担心原来没有跟他说实话 一直骗他自己在迪拜 都不上班只能等 中东人太热情了 都在我们门口给我们放鞭炮过中国年 你那儿现在几点 迪拜跟北京不是差四个小时吗 你看我们现在是两点一刻 你该吃晚饭了是吧 今天妈做的什么呀 你胃口怎么样 等孩子出来以后 辞职事咱们都说好了吗 你怎么知道等孩子生下来 这个世界不会变得更好的 没事 你忙吧 祖国就在身后 使馆就在身边 祖国不会抱起任何一位通报 我们一定带大家回家 建于近日奴米亚安全形势发生重大变化 党中央国务院十分关心我驻弩人员安全 第一时间成立应急指挥部 负责组织协调我驻弩人员撤离及有关安全保障工作 外交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 国内有关部门和中国驻弩人员使馆正在抓紧落实有关工作 万千饰演的陈月 温柔又坚强 这一充满女性力量的角色 赋予了整个故事格外动人的温度和力量 虽然为相隔万里在炮火连天中挣扎的丈夫忧心 陈月与宗大为打电话那段戏 陈月坚定告诉他世界会好的 这一幕令人动容落泪 直接拔倒野眼看哭了 很多事我都做不到 宗大为你是不是有毛病啊 你怎么老那么自以为是的 我问你孩子的名字想好呗 你孩子出来你不得上户口啊 你当爸爸的给他几个名字的时间都没有吗 虽然我不知道你在那儿遇到了什么困难 但是我相信能够带他们回来了 一定是那个又勇敢又成为的你 给你闺女说句话吧 大雷 这个世界一定会变好的 看着宝宝 来来来来 老伴拿盖子 拉酒杯 你手脱屁股 这手脱头 来来来来 我说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 这大鲤你从外边回来 你不带洗手的就抱孩子嘛 给我给我 来来来来 给我给我 来来来来 爸爸不洗手就抱我们啊 来来来来来 万倩江陈岳一个默默守护着自己的小家 成为外交官最坚实后盾的角色 演绎的平时细腻动人 对角色情绪的细节把控的恰到好处 把外交官家属的形象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ż 小心 多少 更灯的 如果有好处 感谢观看